在过84个年头来自中台湾彰化县的森田药妆 在专注研发的发展策略下成功靠着面膜打响了名号 近年来呢更因为年年入选外贸协会的台湾美妆联盟成功的迈向国际 也成为世界级的美妆领导品牌 走过84个年头阳明国际的森田药妆从一个百货行 蜕变成为全球知名的美妆保养品牌 关键除了有周俊旭博士带领的研发团队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迈向国际舞台的这一步 这几年呢我们政府呢非常大力的帮助 我们国内品牌的拓展外销的部分 尤其是东南亚 那整个亚洲呢过去一年的整个保养品市场是成长的 我们的外销相信也成长的幅度非常的大 从台湾跨出去登上国际舞台 森田药妆靠着品质卓越的念膜 一跃成为台湾外贸协会所组成的美妆联盟龙头 成功打进东南亚市场 相对之下呢我们的研发实力 在整个亚洲呢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从三年前呢我们就参加了外贸协会举办的美妆联盟 那透过外贸协会的帮忙呢 我们每一年都到东南亚好多个国家去参展 然后召开记者会推广我们台湾的品牌 那我想今年是第三年效果也非常的好 不论是森田药妆或是大特臭 周俊旭博士所领导的双品牌 都在国际美妆市场上缴出亮丽的成绩单 光是面膜的年销量就超过一亿片大关 我想面膜整个市场的销售呢 是呈现非常大幅度的成长的 整个亚洲都是 包括日本市场也是 去年呢我们这个品牌呢 在日本得到了非常好亮眼的成绩 那今年的目标呢 希望在整个同步发展成长的亚洲市场呢 能够更提供更多的商品 透过台湾美妆联盟 森田药妆一月成为全球知名的美妆领导品牌 而要能打入更高端的欧美及日韩的市场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还是在固守本业和专注研发 它这个凝露型这个剂型呢 在保养品方面呢 因为它的制作的程序比较繁杂一点 成本相对高 所以呢比较少品牌呢 会推出凝露型的面膜 那这个凝露型呢 在欧美呢非常的流行 用在什么地方呢 睡前使用 因为它并不是油 所以它也不会闷热 敷起来非常的清爽 然后呢 它的水分呢 比较不容易被蒸发 所以它的持效性会比较久一点 在欧美常常在睡前 使用凝露型保养品呢 可以它的效果一直维持到隔天早上 不断创新 只因为在美妆领域里 森田药妆不仅要是台湾的No.1 更想成为全球第一 记得综合报导